第二讲一下天津方言的语音特点 刚才已经谈到了 天津北京相距不过一百多公里 天津话和说北京话的五清方言片 相距只有十多公里 但是二者在语音上的差异显而易见 尤其在和普通话相对应的时候 操天津方言的人只要你一张嘴 就使人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金派的气息扑面而来 刚才我们讲的声调 这声调大家就掌握一点 音频它是低调 其他的差不多 比如天津市历届领导人 只要他的名字是有这个医生 就是低频调 我读起来很明显 我先用普通话读 黄火清 黄火清 李庚涛 李庚涛 张立昌 赞立昌 张高丽 赞高丽 声音它是低的 除此之外呢 天津画的这个耻音字 比较多 耻音字比较多 普通话 普通话当中的知知诗 这些叫卷蛇生母 这些卷蛇生母的字 在天津画里有相当一部分被读成是 平蛇生母 滋 比如展览的展 天津画 读成 展 招考的招 读成 造 生禅 圣禅 上车 丧策 适游 适游 当 所以天津的这个 邂逅语当中 有许多 我在讲课时 在外地的研究生说了 这 这 这不对 它不是一个谐音 你比如说啊 天津 我举两个例子 天津的邂逅语 第一个啊 这有点 有点俗啊 天津人以前爱说 大爷的爸爸 或死 实际上 这个谐音 那个 粪便 那个 识 和 识 天津人是 给他混淆的 在比如打 打这个 打牌的时候 打普洱牌时 天津人一出牌 话就动 就带着俏皮话 邂逅语了 比如他出了 两个诗 他就说了 接着俩买些 对诗 实际上应该 对诗 接俩买些嘛 对着诗 他叫对诗 这就谈的 主要就谈的 他 齿音字多 另外 普通话的 日生母 老天的话 读成 零生母 比如 人 天津老天的话 音 天热 天热 炖肉 炖油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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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 使用的 用 游勇的 勇 勇敢的 勇 天热 天热 天热化 读成 这个 勇 有勇 勇敢 等等 另外还一个特点 天热化在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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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 呼 音节前 他要加一个 生母 诺 比如 安全 他读成 南泉 超鹅 草 鹅 鱼 脑鱼 可爱 可难 还有这个 欧洲 读成 诺州 海鸥 飞翔的海鸥 读成 飞翔的海诺 另外呢 天热有些特殊的 你比如咱们 这个 铃铛隔 写成这 楼隔的隔 天热读 铃铛隔 这个可能是和 这个 燕王扫北时候 安徽化 安徽化 就是把这个 隔读作隔 另外 这个 灰系 进京 灰班进京 时候 在京剧 带到北京 京剧唱词当中的 同灯 麒麟阁 的阁 贡上 灵烟阁的阁 也读作稿 那么有一种现象 很有意思 坐落在天津市区的 隋岗大街 北稿 灵当稿 玉皇稿 一律读稿 但是你出了市区 你到了杨柜青 文昌阁 到宁河县 天尊阁 到济县 独乐寺 这个 观音阁 他一律 独成阁 不读稿 这也是 天津方言片 和他临近的 其他方言的区别 第三 讲一下 天津方言的 文化特质 这个 每一座城市 有城市文化 每一个地方 有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 典型外化 那就是三样 建筑 地名 和方言 我们对某座城市 的印象和记忆 第一是 独特的建筑 第二 是别致的监明 第三是 迥异的方言 当然还有 土特禅等等 对于历史文化 名城来说 建筑 是历史自传 地名 是文化的年轮 方言 是城市的名片 为其三者 才是某一个 地域文化的 典型的体现 那么天津地域文化的 特点 究竟是什么呢 天津文化 太复杂 它是三个特点 第一个 多元化 第二 是包容性的 第三 它是善于 吸纳 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 六七百年之前 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 最后就成为了 世界文明的大都市 如果没有 和海相通的地理位置 没有多元文化和包容的生活 没有善于吸纳的那种 时代的进步性 它不可能 提升 这么快 具体的说 天津文化 三句话 第一 南北交融 大运河的功能 第二 东西碰撞 九国租界的副产物 第三 是亚素共赏 码头文化和市民文化 和传统的典雅文化 大俗大雅 在天津这块风水宝地 融为一体 那么天津文化 人家分了十几种 我在这不多讲了 主要第一是城乡文化 传统 第二是租界文化 外来的 第三是码头文化 就属于市民文化 那么天津 作为一个移民的城市 天津文化的特征 我认为 如果要把它和取义的繁荣 成为北方取义之乡 成为巷上窝子 它最主要起作用的是 码头文化 市民文化和商业文化 更重要是码头文化 那么谈到码头文化 我想引天津作家林锡先生 酒和笑下烧说码头的一段话 来说明 前几年 前三年 天津电视台 搞了一个节目 叫 幽默天津 就是探索啊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什么是天津幽默 天幽默怎么来的 他今后有哪些发展的前途 请了四位先生 第一位 天津的 这个地域方面的著名作家 林锡老爷子 第二位 南开大学取义理论家 薛宝坤先生 第三位呢 是马三立的儿子 这个少马爷 马志明 第四位呢 请的是在下 请了国 我们这四位呢 分别 第一个 林锡从天津的民俗文化 薛宝坤 是从美学理论 少马爷是从取义和向上 我呢 是从天津方言 从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这三个问题 天津的幽默是什么 它为什么产生 它今后有什么发展前程 其中啊 林锡有一篇文章就谈到了 酒和下烧说码头 它其中啊 林锡的文章啊 你必须用天津话来读 那才够分 所以下面我就试着读一下 天津人呢 讲的挺起实 天津人骂人 骂他是死年起 全都是码头衣服 天津人连吃饭 都带着码头的期盼 天津吃 剪骨子 吃大饼犬牛肉 这种吃法叫脆喇叭 就是不能因为吃饭 误了超起超落的时间 既要相互适应 要要恪守自己的生活方式 要混个热闹 把钱挣到手 那才是整个的 天津人讲最后的目的 不注重过程 只要大面上过得去 没有那么多规矩板眼 逛在一个码头上混 天津人说 那叫起锅底 算不得是什么真本事 要真有本事跑码头 各个码头间 跑来跑去 剑就是日处里 胡思索那个名词 叫此得看 老牛劲不行 老智鬼不行 现要有人缘 才能有饭缘 必须要八面玲珑 天津人说 要会来事 如此 你才能在天津这个码头上 脚面的水 你平躺 所以像林熙先生 剖析的 剖析的 他所用的词语 这都是典型的 天津的方言 那么天津方言 是天津地域文化的载体 那么天津方言 它除了语音之外 它更多表现在词汇上 因为我是主要研究 天津方言的词汇 和天津方言文化 天津方言的词汇 那种丰富性 可以说在各地方言当中 它是高出一筹 它的那种形象 它那种简洁 可以说是令人赞叹 那么天津方言的文化特质 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理俗 第二 简洁 第三 幽默 或者用一个字来说 第一个 俗 第二个 简 简洁 干脆立场 第三个 根 先说理俗 比如天津的这个说 天津的代表性词语 骂色尼了 骂色尼了 骂色尾根 外地南方的研究生 考到南开大学 考到天津大学 都学汉语的 就这背根的俩字 让他们的口条受了罪 说不出来 俩儿话 奔根 他就说不出来 背根 天津人对谁的评价 往往不用形容词 他用一个俗语诵 这下可不是省油灯 不怕假着火 就怕吊钞狗 这些个都是很理俗 另外简洁 天津人 他词语用双音节 双音节词特别多 比如碗泥杂果 这个等等 但碗泥已经够简洁的不行 他用一个字 来了 砸锅 那锅那个冰鱼去掉 干脆叫砸了 决裂 败了 我要纠正你的 我要管管你 纠正你叫板 冰糖葫芦 这北京教法 到天津啊 用四个字太啰嗦了 两字 唐队 甚至简化成一个字 队啊 天天小贩呢 把这个柿子 吆喝成了糖罐 再简化成一个罐 所以外地人到天津 不止买卖的 这个韩斯顿 那个罐啊 你闹不醒究竟是干什么的 比如天人说 把冰鱼省略了 就说 这儿完咱喝点 喝点 当然这不是水也不是滴滴味 寿马爷你来一段 他就告他来一段 怎么 人家说你来一段相声 来一段是大鼓 那都显着啰嗦 宾鱼省略了 他用一个字 绝不能造成 模糊和固解 天人说话 简洁明快 干脆利索 不拖泥带水 不坑词别都 不永长拖沓 用俏皮话说 那是胡萝卜旧酒 嘎捧脆 对事物的描绘 对人物的褒贬 对事物的评价 凡人能用一句话的 天人绝不用两句话 凡人能用一个字的 他绝不用两个字 这也算两个凡事 你比如说 叙述啊 车间里啊 两个小子打起来 打完了 让派所带走 结果这车间主任和书记就把一个目击者找来 那么回事 我不知道 起头了 两人斗 后来挠了 广起来 踹起来 脑袋开了 最后被派所 猴起来 再向领导一汇报 什么 六个动词 第一个两人开始斗 后来挠了 广起来 广起来 争吵了 踹起来了 动手了 脑袋开了 最后让派所猴起来 这猴起来 猴 名词做动词中 比如天津人 对人物的褒贬 对人物的褒贬 比如某个人 当了官 一当了个小官 这个白菜嘎的顶他脑袋上之后 他不知行急了 这父老乡亲们就说 这小子 不呛 将来准得犯错误 那么呢 你看他刚当官 接着就四个邂逅语评价 狗熊穿大褂 阴了 你看他啊 整天是缺着脚面 绷着 他热面烫 断着 要犯的打狗棍 他拿着 你找他骂事 他阶级斗争联 跟你绷着 你说他架子 总是端着 你找他办什么事 他拿你一把 四个单音结词 人了 绷着 断着 拿着 活化出一个 小人得智者的 肖像 天津啊 有个女作家叫 王小柔 很有名 他在母语天津话结尾 有一段奇文 他用的是 社问剧 问了十个问题 天津人做了十个回答 当然他有点调侃了一下 用天津话读 什么是骄傲 牛的 什么是爱情 骗的 什么是温柔 见的 什么是艺术 拓帽 什么是仗义 啥的 什么是聪明 脆微 什么是勤俭 厚 什么是谦虚 重 什么是勇敢 耳 用个耳 什么是幽默 贫 当然对王小柔女士 他的 这一段的观点 我并不完全赞同 但我从口语上看呢 就要说明 十个问题 他都用一个字来回答 言简一干 切忠恳庆 凝练传神 邪去顿圣 就是天津话的特点 是简洁 第三个特点 幽默 幽默 天津人呢 乐观幽默 不爱看一脑门子 观色 总大了脸的 总大了长脸 不爱读恐话脸片 毫无创意的长文 不爱听造本宣客 又臭又长的报告 天津人爱看笑脸 爱读短文 爱听段子 爱说笑话 爱斗门子 比如天人说 你怎么打吹骨手 抱公鸡 怎么讲 低地咕咕 你小子是大德相改相继 你却的大德 大德相改相继 你们小客气在一块 白萝卜 炸牙 怎么讲 穷脑 天表的时候 以前天表有政治面目这一项 这个人又不是党员 又不是团员 您政治面目是什么 我是绕城转 能不能讲 白萝 这说的有回电车了 白萝绕着城 绕着这四个城角转 天津人呢 懂幽默 会幽默 具备幽默的自治 这很不简单 这也是相声 之所以在天津 得以茁壮成长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个幽默 天津人的幽默 在全国出名 部队的一个连长指导员 说我这连队啊 必须给我调俩天津小伙子过来 为什么 叫个俩一来 整个连队 广播战啊 黑板报 连这个春节演节目 这两人全报 假如一次 全国性的学术研导会 有天津一个学者到场 那自然不同 热着闹闹 笑语连连 这个幽默 他是有心讨 他是有环境 宽松的环境 和谐的环境 更容易产生幽默 这个幽默呢 如果我们给他下一个分析的定义说 幽默是锐智的标志 啥子幽默不了 是热爱生活体现 整天琢磨自杀的那他幽默不了 幽默是智者的通行证 凭借着他可以出其至圣 一笑敏恩仇 四两拨千斤 幽默又是弱者的快活林 依赖他可以抚慰自己心灵的创伤 保持愜意乐观的心境 幽默呢 又是人际关系的年和际 他能够消除陌生和冷漠 使人们在会议的微笑当中 达到心灵的沟通 与拥抱 天经人 得天独厚 具备这种幽默的资质 那么天经人为什么就幽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在电视台做节目 上次和少马爷 林熙老先生一块做节目 和观众互动中一个天经人说 我在公司是负责外勤 跑外是垂涨 到南边一个大公司 早晨呢 还没砍门上班 总经理外面那个 那个客厅呢 都已经坐满了在主 十多个 全国各地来的 垂涨 等到了上班时 总经理来了 来了就问秘书 这儿来了都是哪儿的 有天经的吗 包括总经理有个天经 让他先进 让他先进 进来就聊马三立 给我们来一段 来完之后 头一个把支票开走 把钱划走 你走 别人怎么样 他不管了 这个总经理呢 喜欢相声 对天经情有独钟 我头一个要解代了天经的 我这一天都顺心 反正一上来要我乐 所以这个外勤就讲到这一点 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